哥哥 你变了 宋星辰那个女人 那样子 我今天来的不是时候 资料准备得怎么样了 把顾客的亲身经历 和国内市场环境结合起来 也许能凸显我们店铺的优势 我需要在脑子里多过几遍 那你就再多过几遍 等着我的美味给你加油吧 苏队长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 今天陆泉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问什么 我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我算不算是你的男朋友 真是个钢铁职员 这个时候还问这个问题 看在你这么诚恳的份上 我决定好好考虑一下 还要考虑 你还考虑多久啊 你觉得呢 给你点时间自己好好想想吧 笨蛋 我去一下修容 圆圆 你怎么来了 苏清澈 是不是喝醉酒了 孟南大 陆青澈 陆青澈 你知道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吗 他是问女性内衣的 吃你喝多了 别闹了行吗 我没喝醉 小点事 我特意来找你的 你要干什么 你说 我哪里比不上同星辰 我比他年轻 比他好看 我有那么多粉丝 小点事 我就住在这儿 行了 你别闹了 行吗 你 七岁那年 你第一次牵我的手 别闹了 我不知道 十岁 初夏刚结束的时候 你每天背我相亲 那是因为你腿断了 十五岁 你为了保护我 一个人打了三个小混合 因为那些都是你找来的演员 哥哥 你变了 总青澈那个女人 这样子 我今天来的不是时候 青澈 我 你怎么也在这儿 这个地方是你来的吗 松开 青澈 你听我解释 不变了 青澈 青澈 你先别走 行不行 青澈 青澈 你放开我 你别走啊 青澈 我这两天很忙你 还是先照顾他吧 青澈 你能不能松开我 青澈 青澈 你放开我行不行 你放 你快点 苏建政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接他 倒是唐教授 你为什么在这儿 这看着也不像上课的地方 老师的负责人是我大学的社友 他请我过来帮忙 分析方案 你怎么还没走 碰见了苏先生 所以聊两句 今天谢谢你 举手之劳啊 青澈 我有话对你说 对不起 我今天没空 过两天再说吧 教理 我们走 好 他们这儿怎么了 小两口吵架 咱们就别掺和了 毕竟咱们都是外人 您说对吗 青澈 青澈 你想干吗 我就是想把话跟你说清楚 高清英是因为喝多了 所以她说的那些话 你不要太放在心上 你不用说了 昨天你妹妹说的时候 你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可是你现在还在生我的气啊 没有人会因为小时候 青梅竹马的往事而生气 不过 一个一直喜欢你的女孩 半夜直接开门进你家 我是不是得消化消化 我不是圣母 我之所以把密码交给高清英 是因为我担心爷爷年纪大了 我担心她把密码忘了净刺而已 什么意思 是新的密码 我把密码改了 以后 如果我不在 我让爷爷问你要 我更放心 爷爷并不知道我 是 是 我也在等你的归复吗 小爱心我收假了 干我们的事 看你表现吧 那你要去哪儿我送你啊 小爱心水碟的 我找陆泉帮我碟了 差不多到时间了 游监为什么还不来啊 淡定 好事多猛 您的提案啊 已经通过了 LYS总部的多项评估 恭喜红尘滚滚 被选为中国地区品牌代理商 很高兴与您接下来的合作 很高兴与您接下来的合作 高兴红尘滚滚滚终于拿到那里了 孙老板 功不可没 这也有你的功劳好不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针对 LYS的产品牌店铺图了 模特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放在我身上 去吧 好 对了 问你件事啊 你们最后选择红尘 作为国内市场的代理 怎么考虑的 因为宋小姐的提案 刚好是切中了药汉 所以公司高层觉得 那是最好的选择 那就好 开心了吧 对了 这忠家其实还出了一个差距 我都没告诉你 就那个宛如嘛 她还单独约我吃了饭 跟我聊了提成的事 还有这事 那她算是出到眉头了 是啊 你反观人宋小姐 拿了我的名片以后 就从来没有私下联系过我 只是找我的手下 要了一份特别详细的产品报告 这我就真的觉得 合作方的态度 品质 能力 缺一不可 她就是这样的人 要么不做 要么做到最好 你们的选择不会做的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她是你那个忘不掉的初恋 而且这整个过程当中 我也没听你 为宋小姐说过一句好话的 她有这个能力 我来打扮她 我来打扯她